今天晚上的题目是神给我的 当我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他的时候 我就跟主说2019年 打开社交媒体 你打开报纸铺天盖地的外消息 但是你知道 无论人们说金融危机也好 无论人们说各种的困难 和挑战也罢 在耶稣基督里面 他要让我们打开属灵的眼睛 看见与我们同在的 比世界上的更多更大 那在我们里面的 已经胜过这世界 在荒凉的年代 人跟随圣灵 一定可以龙上加龙 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 他永远只有好消息 听好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任何需要来到耶稣面前的 你想要寻求方向的 你想要解决问题的 在他那里只有好消息 换句话说 他是一切问题唯一的答案 当我在领受的时候 我觉得神给我的第一处的经文 就是关乎约瑟的那个时代 因为当我们看见外面的大环境 很多挑战的时候 神要让我们看见 在我们里面的 是非常丰盛的 如果你说 你今天面对的困难特别大 我猜 也不一定能够大的过 等一下我们要看到的 这一段圣经 谈到的 当时 这一片土地 这一群的人 他们所面对的挑战 是什么样的挑战呢 一个大饥荒 创世里43章 圣经说 那地饥荒 甚大 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失业了 有一些弟兄姐妹 也许你投资不利 有一些弟兄姐妹 你面对你的孩子的成长 你焦头烂额 圣经说 那地饥荒盛大 当时 雅各他们在迦南地 他们从埃及 带来的粮食吃尽了 雅各就对他的儿子们说 你们再去敌粮来 去哪里 去埃及 敌粮就是买粮 然后在创世纪 四十三章十二节 他说又要手里 加倍地带银子 他说 我们要多一点银子 来换粮 今天晚上你住在这里的时候 你想到 来临的2019年 也许你也在准备说 我得胃雨绸磨呀 我得多准备点银子 因为2019年 面对的一些挑战 我需要拿银子去解决 雅各 祖父父孩子 带送银子去买粮 我先直接讲到后面的故事 知道 去埃及买粮 埃及谁 负责粮仓 他不知道 掌管埃及粮仓的人 是他的儿子 上帝一直在幕后动工 如果神不开我们的眼睛 我们只看到缺乏 神开了他们的眼睛 让他们明白到 好戏正在上演 后来 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相认 他就放声大哭 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 请你们进前来 他们就进前来 他说 我是你们的兄弟 约瑟啊 约瑟告诉他的兄弟们 一句话 我是谁 我是你们的兄弟 约瑟 耶稣基督是谁 耶稣基督是天父的长子 是我们的长兄 耶稣要对我们说 他说 我是你们的长兄 属天的约瑟 当约瑟的兄弟 认识到了约瑟 再也不会缺乏了 神今天要帮助我们 认识到那属天的约瑟 粮藏从此以后 是我家开的 我跟你旁边的那说 听说你家是开粮藏的 跟他说 Amen 创世纪四十五章五到七节 约瑟接着说 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迈到这里 自忧自恨 神猜我在你们以前来 我也要给你们存留余中在世上 又要大师拯救 保全你们的生命 又设在对他们的兄弟们说 你们不要怕 上帝已经把我预备好了 因为上帝看见 还没发生的事 所以上帝早已经有预备 我奉耶稣明告诉你 在饥荒发生以前 上帝已经预备了约瑟 在你面对你觉得不能过的那道坎以前 上帝已经为你预备了答案 这是信心的眼睛 当2019年即将来的时候 上帝已经早就看到了2019年的年末 无论2019年你会面对什么 当你只是亲近转向耶稣基督 他会带领你一一的去跨越的 上帝借着约瑟的口 说出这句话 我要保全你们 上帝说赐福于你们 赐平安给你们 我就是要帮助你安然度过 为此我的心可以真的安歇了 也许你的孩子还年少 上帝说我已经看见你的孩子 已经长大成人的那个模样 也许你面对的事业 或者你的公司才刚刚起步 上帝说你跟着我 跟着我 跟着圣灵走 他已经看见你的公司发展壮大 也许你看见自己 有一些年轻的女同姐妹 可能正在学业上 你可能正在读初中 或者是高中 上帝要对你说 我已经看见你的未来 约瑟说要保全你们 神要对我们说 孩子我要保全你 今天不是哀叹的时候 今天不是抱怨的时候 今天是仰望的时候 耶稣早就认识你 而你特别留意 约瑟对他的兄弟讲了一句话 现在不要因为把我 迈到这里自忧自恨 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 我知道你们干了这么多蠢事 你们干了这么多 你们可能恨自己 会恨一辈子的事 但是现在 情子自我定罪 耶稣也要对我们说 无论我们曾经多么让他 失望 无论我们曾经多么糟糕 多么失败 我们表现出来是多么不堪 耶稣说不要再 接着自忧自恨 现在来 享受我为你摆设的 言习吧 魔鬼常常 借着把我们的思想 带回我们曾经的 软弱失败和跌倒 使我们失去 贪婪无惧的心 而今天主要 借着约瑟的口 对我们说 不要再自忧自恨 更精彩的未来 在前头等着你 也许你的长辈 曾经否认过你 也许你在某一段关系 情感中 对方的画像一把刀 杀掉了你的希望 可是今天晚上 奉耶稣的名 不要再自忧自恨 粮仓的门已经打开 你知道 我每次读到 圣经的一句话 耶稣说的 真是心被恩赶 约翰福音十章十四节 耶稣说我是好物人 我认识我的羊 然后我的羊也认识我 谁先认识谁 羊认识牧人呢 还是牧人先认识羊 耶稣说我先认识我的羊 然后呢 羊才有机会认识牧人 在羊认识牧人以前 耶稣已经认识你 我读经不够 我祷告不够 我爱主不够 你永远都不够 可是在你做罪人的时候 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 为我死 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 上帝已经为你 预备新的一年 所有一切的恩宠 借着因信诚意 我承受一切的诚业 耶稣啊 我这么糟糕 你都继续爱我 耶稣说 人看透了你 人就不爱你了 所以我们才会包装自己 我们才会武装自己 因为我们害怕被人看穿 人看穿我的那一天 就是我失去他的爱的那一天 可是上帝呢 他早就看穿了我 神说孩子 你还要把自己包装得很好吗 你每次祷告 还要从创世纪背到启示录吗 上帝说 我知道 你今天晚上来的时候 你是以什么状态的 如果你是疲倦的 你不用太多老太婆的国脚不一样 宗教的术语 你只是需要 阿宝 大有能力地祷告 神早就看穿你了 神早就看穿你了 我们中间很多直播点的领袖 神看穿你的 你如果没有讲到的话 你也不好好听到的 神看穿你的 对不起 我只会讲我有经验的事 神早就看穿你 有时候讲给别人听 但是神知道你自己面对挑战的时候 你也是软脚下 也需要要不是 神早就看穿你的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所以西伯来书第四章 你只要坦然无惧来到我施恩的宝座前 不要在自忧自恨之外 有点亏欠的感觉 有点很不好意思的感觉 主说在你的生命中 最大的挑战 就是你要懂得拒绝羞耻感 圣灵何等地认识你 可是祂永远爱你 当你拥有这种喜事的时候 你会非常的自由和潇洒在祂面前 我举一个圣经的例子 就是路德纪 路德纪第二章 当路德来到波阿斯的田里 波阿斯就问监管仆人的 他说 谁家的女子在我们这个田里面 我听童工告诉我 今天晚上有一些从其他城市 其他地方来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今天晚上耶稣会问圣灵 圣灵啊 今天晚上在这个房间里 都是哪家的女子 我们都是基督的新妇嘛 你知道那个监管仆人的人是谁 圣灵 这里面才是预表圣灵 波阿斯预表谁 耶稣基督 监管仆人的人就回答 这是摩亚女子 跟随拿阿米从摩亚地来的 她说 请你拢我跟着收割的人 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 她从早晨之到如今 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 藏在这里 你有没有发现 虽然圣经没有记载 她为什么会知道 但是很可能 她有过了解 所以她讲得很具体 她从哪里来 摩亚来 跟谁一起来 跟婆婆一起来 那来了之后怎么走 从早晨到现在 我一直看着她 然后还说 在屋子里面怎么样 坐了一会儿 这个监管仆人的人 虽然圣经没有记载 她跟路德有过对话 但是好像她对路德 了如指掌 今天晚上你坐在这里 也许耶稣在问圣灵 说圣灵 现在从讲台上数过去 第四排的这个姐妹 从哪里来 今天晚上你坐在这里 你是带着需要来的 路德有什么需要 路德说 我现在要解决的是温饱 博士说 给他恩宠 我奉耶稣的名 你要确保今天晚上 你的口袋是空的 而且够大 能够装下恩宠 因为圣诞老人 会从屋顶下来 开玩笑 因为圣灵 在你来临的一年 风风风风风的会 施行救恩 紧接着十五节 他起来又十脉税 波阿斯就丰富仆人说 他就是在捆中 拾取脉税 也可以隆他 不可羞辱他 并要从捆里抽出鞋来 留在地上 任他拾取 大家一起来说四个字来 一二三 任他拾取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惨 神要对你说 胃口有多大 天堂的门向你都敞开 任他拾取 你看到波阿斯 什么叫做大户人家 什么叫做钻石王老五 来 掉 尽情地掉 掉 任他 随便拿 他在说什么 阿爸在说什么 我家大门常打开 欢迎你来领受 使恩座欢迎你 来到阿爸福宝座前 让他失去 而且说不可以 赐下他 让他没有羞耻感的 你知道吗 这个仆人很重要 如果这个仆人 跟波阿斯不同心 仆人会干出什么样的事 仆人 亲主人波阿斯说 来 偷偷给他调卖税 哎呀 让他多拿一点回家 这个仆人 如果心不甘情不愿 凭啥 我干事 拼死拼活 我也拿这么多 差不多 就他 白拿的 啥都没干 还教我 偷偷给他 如果他的思想 跟波阿斯不一致的时候 他可能 所有所流露出来的 所有所展示出来的 都是极其勉强的 他一边扔着脉水 给你 给你呢 偷偷的 偷偷的 听好弟兄姐妹 一个人啊 没有被阿爸福爱到的时候 你去爱别人啊 很甘的 那个仆人 他除非也享受到了 波阿斯的爱 然后他跟波阿斯 同心的时候 波阿斯说 多给他一点 他要流出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被爱的人 可以很好地去爱 上帝要对我们说 2019年 他要让我们 大大的被爱 然后能够在 被爱里面 去爱 如果仆人 他是觉得很委屈的 他说给出来的 是很痛苦的 他挤出来的是血 而不是恩贾 亲爱的弟兄姐妹 2019年 神要让你看见 在饥荒之年 你是有供应的 创世纪四十五章 九道十节 约瑟尔就跟他的兄弟们说 你们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 对他说 你儿子约瑟尔这样说 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 请你下到我这里来 不要担言 注意约瑟尔说话的 这种语气 约瑟尔说 兄弟们 我们现在相认了 但是我们的父亲还不知道 你们赶快回家 把我们的父亲都带过来 他特别嘱咐说 不要怎么样 不要担言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论到上帝要给你恩典的时候 上帝是很铺气的 他说孩子 快来领受 快来领受 你不要再 不能真正供应你的地方 去寻找了 世界是个旷野 没有营养的 你是金包木 你是已经从旷野被砍下来 放在哪里 银座上 哈利路亚 世界不再吸引我 主爱胜过全所有 一生最大的祝福 就是有耶稣 一生最大的祝福 已经有耶稣了 主说 为什么还要去关注 人能推你一把呢 为什么还要想必是大 十遍的那个人 没有人推我 没有人拉我 谁都拉不动你 神要对我们说 不要对这个世界感到特别失望 也不要对人感到失望 你之所以失望 是因为你原来有过指望 这个世界没办法 值得你指望 你尊贵到一个地步 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这个世界是没有营养的 如果你一定要从磐石中 拿出水来 是要奉耶稣的名来 丰富水 而不是用这个力量去挤水 神要对我们说 世界是没有供应的 到我这里来 你看到月色的口气 不要单言啊 如果继续留在那里 只会哀恶 哀穷 快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 欢然取水 到我这里来 得享供应 弟兄姐妹 恩典福音不是一些知识 恩典福音是关系 耶稣说 我就是这么好 到我这里来 哈利路亚 第十节 他说 你和你的儿子 孙子 连牛群 羊群 并一切所有的 都可以住在戈山地 与我相近 哇 你到我这里来 所有的一切都要蒙佛 戈山地 是父劳的地 是埃及最父劳的地 事实上 圣经后面记载 几百年以后 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 整个埃及 有一个黑暗之灾 唯有戈山地 是光明的 弟兄姐妹 当世界有饥荒的时候 记得 你是待在戈山地 戈山地是什么地方 是跟着耶稣的地方 是主叫我留在这里 我就留在这里 主叫我换一个跑道 我就换一个跑道 这是为什么 每一天要在关系里面 亲近他 阿爸父永远所关注的 就是关系 给我们恩典 是很简单的 对他来说 可是要赢得你的心 有时候不容易 因为有时候 我们来到主面前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莫怕滚打久了 就四井化 四块化 很严重了 我们到主面前来 主啊 给我恩典 拿到了 谁要拿了 如果有困难了 爱我的主啊 你是永远爱我 你是永远不会丢弃我 恩典 谢谢 拜拜 我们跟主的关系是很功利化的 阿爸父是很孤单的 原来我用这个词 因为他的每一个儿女 只是想到自己嘛 我只要暂时满足好了 阿爸父说 咱们要不要玩一票大的 你就待在我怀抱里好了 你就不要到外面去 以至有一天 在猪圈里吃豆角 你留在我的同在里 以至于你看那个浪子回家的时候 虽然他回家 他还是很简单的目的性的 因为我没饭吃了 但凡那个时候 人家给他一张信用卡 还能够刷五千块钱 他一定推迟一天两天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走 因为他绝对不愿意 回到爸爸的怀抱里 他宁愿在世界流浪 这是人常常被门闭 可怜的惨状 那个父亲 他看到他的儿子来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是大户人家 在当时耶稣讲比喻的那个年代 这些大户人家的父亲 这种角色的是非常有尊严的 父亲看到孩子回来 远远地看见 父亲就跑 你要知道他们穿的是长袍 他要把长袍拿起来 露出他的腿 在当时是很不文雅的 不像今天有些牧师 牛仔骨还挖两个洞 你了解吗 在当时一个父亲 他要把他的长袍的裤子 一袍给卷上来 拿起来 因为他要跑啊 他看见他的儿子来的时候 他好兴奋啊 他说我要的就是 我的孩子到我面前 至于来了以后 哎呀 上好的戒指 袍子 袍子 鞋子 票子 牛犊子 都给你这个乖儿子 只要你来了 我就要给 哈利路亚 你得到我这里来 主说 咱们得搞关系啊 咱们不能够只是 一手教祷告 一手教恩典 我也愿意给 我也愿意给爸爸何等的乐意 祝福我们 他真的不忍心 看到我们在贫穷 疾病 任何压制里面 就算你不想跟主 好好搞关系 你领了恩典 你就回去看韩剧 没关系 还是爱你 就是爱你 爱你 爱着你 耶 就是爱你 可是主说 咱们能不能领受得多一点啊 到我这里来 你可以想象她的迫切吗 我想起 我的奶奶 她现在已经回天家了 我想起我的奶奶 那个时候 我记忆犹新 曾经我在神学院 几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常常 一个学期没有回家嘛 哇 记忆犹新 当我回家的时候 她有时候会坐在门口 然后你知道 好多次 她看着我从马路这边 坐车下来之后 哇 她就远远地看着我 老人家嘛 那个时候她还是 有一点点能跑的 但是跑得也不是很快 当然她也不会普通话 她说的就是我们老家话 她会叫我什么呢 她会叫我牛 牛是什么呢 牛就是我心上的肉 灰灰 牛 牛 牛 你知道有时候她会怎么坐 她坐在家门口 然后我从那个马路 走过来的时候 哎呦 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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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灰 牛 哦 哦 你可想想 那我真的感恩 哎妈 阿爸就是这么爱你 阿爸就是这么期待你 阿爸就是要这样子祝福我们 他要的是这种关系 我很喜欢刚才这首歌 时间不再吸引我 主爱胜过全所有 一生最大的祝福 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 天和天上的天 都不足以他居住 他愿意住在我里面 主说只是我们关注他 在关系里面亲近他 你想要的一切是很容易 今天晚上物事是给你一把钥匙 关系 哈利路亚 回到那个关系里 今天晚上我们来这个地方 我们不是听一篇知识的 我们今天晚上是在关系中跨年的 我们会等一下一起祷告敬拜 然后第二堂继续分享话 就是一起一直一直的来享受耶稣 就是在现在 你要看见阿爸父看着你 微笑爱你 他说你们要来到哥山地与我亲近 然后呢 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 以色列是谁啊 亚哥 耶稣照着法老的吩咐 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 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 唯独给汴雅民三百银子 五套衣服 遍雅民世代比别的兄弟们多五倍的 都是信耶稣 但是那些领受恩典的人 会比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五倍的恩仇 遍雅民世代是代表在恩典的世代 Amen 为什么我们相信恩典福音是 最后一波复兴的浪潮 因为雅各最后一个儿子是谁 就是遍雅民 遍雅民之后再也没有儿子了 遍雅民是最后一个儿子 我们是最后一波恩典的浪潮 哈雷路亚 你看到了吗 月色是预表谁啊 月色在这里预表谁 预表耶稣 耶稣给遍雅民多五倍 在我今天晚上预备的时候 我想起平耶稣牧师曾经分享他自己的教会 我很被触动的 那是十几年以前 我把这段文字直接放出来给大家看 他说对于我们教会而言 有一个转折性的一年 就是我开始大力传讲 拥有被天赋深爱的正确思维 从那一年开始 我们教会中有许多人进入很大的恩宠中 有一些的人开始升迁 有一些的人增加了薪水 有一些的人得到了很多的奖励 有些人获得比赛的投名等等 对于信徒来讲没有所谓的运气 只有耶稣白白所赐的恩典 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报名 参加了一个推广活动 结果他获得了一系列的奖励 在最后需要通过抽签来决定最高奖项时 这个年轻人获得了最高的奖励 就是一辆黑色的兰博吉尼盖拉多 整个教会开始进入了很大的恩宠里 我知道2019年就是属于我们的恩宠的一年 更大的恩宠 Amen 真的 世界在荒凉的时候 神的儿女依然是兴旺的 这个弟兄后来 他写信给教会分享他的见证时说 他赢得的汽车是神白白所赐的恩典 他卖掉了车之后 把十亿奉献到了教会 他将所有的荣耀尊贵归给耶稣 世界上称此为运气 但神的儿女没有所谓的运气 只有耶稣那白白所赐的恩惠 Amen Amen 牧师不是要叫你马上出去赌博 了解我的意思吗 或者是买彩券 我是说你要开始有恩宠的思维 在你所做的事上 你会开始有加倍的恩典领导 神给我们一切的产业 不要停留在知识上的指导 而要在亲密的关系中领受 兄姐妹为什么神要祝福你 我靠着主的恩典如此宣告 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见证 我听他分享的时候 我也很被触动 好事情一定会不断地发生在那一些 知道自己是被爱的人身上 魔鬼有时候就是夺去了我们那个被爱的思维 以至于我们靠自己的双手去打拼 我们靠双手去抓 当我们看到有损失 当我们看到魔鬼有什么对我们有脚落 马上起来反击 不 最重要的是先回到主面前 跟他搞关系 安歇 然后跟着圣灵做反应 不是什么事情一发生 马上反应 而是先回来 哈利路亚 25节 他们从埃及上去 到了迦南地 他们父亲雅根那里 告诉他说 约瑟还在啊 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 雅根说 开玩笑呢 他心里冰凉 因为不信他们 雅根说 怎么可能 恩宠大到一个地步 我们都是不能够接受的 我们相信我什么都没做 怎么可能有好事件临到 是的 你什么都没做 耶稣为你做了一切 他刚开始是不信的 可是后面他的心苏醒了 我告诉你 这段经文里面 有一个极重要的真理 因为今天很多的人 都在反对传讲心圣 虽然他自己生病的时候 他会去医院找医生 但是他会说 神给我疾病 就是为了要来管教我 神给我贫穷 为了让我学功课 哇 你功课这么差 还要用这种方式来学功课 神的心意 就是要让你心善 就是要让我们健康 就是要让我们健康而长寿 祂要使我们受数满足 祂要将救恩显明给我们 诗篇九十一篇 足享长寿 你看到了吗 亲爱的弟兄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强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 原文是魂兴盛 道兴盛 凡事就兴盛 身体就健康 每一个细胞都被激活 圣灵的大能 穿透每一根血管 挪开一切的堵塞 就是现在奉耶稣的命 当你的魂兴盛 凡事兴盛 圣灵在你的里面运行 一定的 神记得这些见证 是要来兼顾我们的 你不一定要像他那样 但是神会在你的季节里面 祝福你的 他说 你真的相信钱会追着你吗 你不要追着钱 时间不再吸引我 为什么神恩宠他 因为神记得恩宠他 让他成为一个管道 他是一个管道 如果今天你把自己的身份 位置放准确 我知道不是所有的人 都要做亿万福文 可是上帝乐意在你的环境中 使你丰盛有余 并且成为一个管道 你知道约瑟 把恩宠给了兄弟们 兄弟们拿到这些财务回家 爸爸不相信 他心里是冰凉的 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二十七节 雅各看见月色 打发来接他的什么 车辆 你知道车辆上装的是什么吗 埃及各种的宝物 他本来是不信的 可是他看到了财物 怎么样 什么叫见情眼开 你终于看到了吗 他本来是不相信 哎哟 别跟我这老人家开玩笑了 哎呀 什么月色还活着 什么月色还要恩宠我们 咱就不开这种国际玩笑 可是他看见 从埃及带来的财物 原先他们只能 可怜兮兮地 换回一些粮食 可是他看见财物 那些财物完全超过他们的能力 所能够赚取的 当恩宠大到一个地步 那些不信的人 眼睛都会开 说我看见你的身上有这种恩宠 哇 看了你的耶稣是来真的 他看见你停在车库里的车辆 他看见上帝在你生命中的作为 今天晚上我等一下会谈到 如何能够领受月色的产业 月色这样丰盛 兄弟们这样贫穷 如何让月色的成为他们的 这才是关键 也是你我要领受的 我们都知道月色是预表耶稣的 在圣经的人物里面 月色是最多预表耶稣的人之一 虽然月色他是人 没有错 他不是神 月色也有很多软弱 我们也会提到 但月色在生命的很多的部分 他都预表耶稣 耶稣是我们的谁呢 是我们的长兄 罗马书底八章二十九节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是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什么 做长子 跟你旁边的人说 耶稣是你兄长 跟他说 是我们的属天的哥哥 属天的长兄 月色跟耶稣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我举几个例子 大家知道 月色是他父亲 所有儿子里面最爱的 因为雅各做了一件彩衣给月色 你要了解这个财衣不是指衣服五颜六色 而是指这是一个特殊材质做的 叫细麻布 特殊材质做的很高档的衣服 穿在他这个孩子身上 就意味着他这个孩子 不用像别的兄弟们这么劳苦 耶稣呢 阿爸父一次一次地说 这是我的爱子 月色是父亲最爱的 耶稣是天父的爱子 第二 月色遭遇了他所有兄长对他的排斥 耶稣呢 也遭遇了他的兄长 在属灵上 谁是他的兄长 那些法利赛人 对耶稣的排斥 事实上 连这一点都很惊人的相似 耶稣被卖的时候 被谁卖 兄弟们卖 卖了二十舍客了 耶稣被卖掉 卖了三十辆银子 而你知道 出主意要把月色卖的人是谁你知道吗 叫犹大 他的一个兄弟叫犹大 犹大出主意 把月色给卖了 耶稣被谁卖了 犹大 你看到了吗 月色被卖到哪个国家 埃及 有多人知道 耶稣曾经讨难的时候 他的父亲母亲抱他 去到哪里 也去到埃及 所以耶稣跟月色 在很多的方面很相似 耶稣被卖到埃及以后 重点不是你有什么 重点是你有谁 重点不是我有什么 而是我有谁 什么都不能够真正高居你的 这世界的一切都在动摇的 都会摇摆的 人的爱都会变的 黄金的金价也会变 股市在不断的扑动 什么都在变 主的爱永不改变 有谁 谁啊 耶稣 有耶稣的月色会如何 创世纪39章 月色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 耶和华与他同在 他就百事顺利 那是一个恩高的 一个职场的恩高的 月色在主人眼前蒙恩 伺候他主人 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 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中 当你在职场 当你在办公室 当你在所做的事上 有一种恩宠 有一种恩高 可以赢得你的上司 对你的信任和恩待 也许你有做管理的恩高 也许你能够开拓 市场 换另外一个人去 他的市场就打不下来 你去就可以开拓 因为你有一个开拓的恩高 有一个使徒性的恩高 在你的生命中 几乎你不是教会的牧师传道 可是有一个开拓性的恩高 在职场上 奉耶稣的名 安着神良给你的 当下的季节 你需要的 大大的充满你 耶和华就因 月色的缘故 伺服于那埃及人的家 因为有月色 整个主人的家都被蒙福 因为有你 你整个家都蒙福 因为有你 教会都蒙福 因为有你 你的公司都蒙福 到一个地步 你知道发生什么吗 你的老板离不开你 到一个地步 你的合作伙伴 离不开你 因为他们知道 只要跟你在一起 总是有便宜可以占 而你懂得 跟阿爸父占便宜 我告诉你 这是一种吸引力 属灵的吸引力 一种吸引力到一个地步 人们愿意靠近你 人们愿意跟你在一起 菩提法把一切都交给他 因为他看见这个人 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恩高 特别的能力 他别的智慧 他养鸡 连公鸡都在下蛋 约瑟所做的一切进度胜利 约瑟后面发生什么事情 后来约瑟家的竹目 看上了约瑟 就勾引他 但约瑟没有进入这个试探 结果就开始遭诬险 被放在监狱中 可是你知道吗 很奇妙 只要神的恩高在你身上 恩宠还追着他 在监狱里有什么恩宠 耶和华向他施恩 使他在施欲的眼前蒙恩 到菩提法家 菩提法恩宠他 坐监狱 管监狱的来恩宠他 施欲就把监狱 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中 凡在约瑟手下的事 施欲一概不查 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耶和华是他所做的尽度顺利 约瑟的生命中 有一个领袖的恩高 魔鬼一次一次的 想打死他 打倒他 打不倒 因为约瑟的小名叫 越不倒闻 魔鬼根本不能够得逞 因为神与他同在 你特别看圣经这个词 同在 带起来说同在 兄姐妹你留意 不是装了多少恩典的知识 不是记了多少恩典的奖章 我不是说这些不可以有 可是重点是每一次你聆听 每一次我们敬拜 永远是 关系 那个同在啊 像一个看不见的 荣耀的云在围绕着他 他所在的地方 连气氛都不一样 他一说话的时候 那个话语里面有放量 他一做决定的时候 一做一个准 一做一个准 我告诉你 领受预测的恩高 你的投资不会打水漂 再说一遍 压运的 领受越设得恩高 投资不打水漂 横踢龙上加龙 神要让你的人生 在与他的同在中 经历翻天覆地的转变 我常常被神提醒 今天一个神话语的管道 把人带到基督面前 你知道有时候我服侍了 我看到他的脸孔 充满了很多的劳苦重担 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 来教会的时候 有一些的人可能在家庭中 或者在职场上 压力实在太大 来的时候 好多时候我服侍一些的人 都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眼睛鼻子好像都歪掉的感觉 劳苦重担到一个地步 消起来都不太自由的 都不太正常的样子 我就常常感觉有些的人 被职场中的 或者被一些话语的一种定罪感 压制到一个地步 完全没有真正神儿女的 荣光和自由 可是我们能够做什么 一次一次 当我在这种情况中的时候 我总是回到主的面 就是主啊 只有你的同在 能够让人真正的被释放 人所有的话语都是苍白无力的 把他带到耶稣的里面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一起来敬拜 敬拜不是讲到之前唱个歌 拖个时间等牧师上台 是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主耶稣我需要你 主耶稣我享受你 世界不再吸引我 主爱胜过全所有 一生最大的祝福 就是有耶稣 住在我里面 最大的祝福 你知道吗当 有时候我在车上哼起这首歌 就是有耶稣 住在我 里面 疲惫开始写下来 重担写下来 Amen 是同在 可是在监狱里面 就发生了一些事 他遇到了两个人 一个是九正 一个是三长 这两个人 因为得罪法老 也被关进来 有一天 这两个人都做了梦 然后他们说 哎呀 这个梦好难理解啊 谁能帮我解梦呢 后来他们就说 哎 月色你可以解梦 来 给我们解解梦 这两个人 分别做了各自的梦 三长 梦见 他头上有三框 白饼 九正 梦见 头上有几串 葡萄成熟的 月色就说 这三框呢 代表三天 白饼呢 因为白饼的原文是白面包 面包是要发酵 而酵的意思就是醉 他说三天之后 你会被拖出去 散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种节目 我无法想象 他那个人的表情 就是 就跟那个九正说 你上面有三串葡萄 三串 代表三天 葡萄 我当然知道 圣餐 杯是什么材料 葡萄酒 其实是代表有血 有血就没有死亡 三天之后 你会官复原子 你会得救 我刚才讲到的是 属灵的预表 但具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不知道 果然 三天之后 月色的梦 完全地应验了 当他为九正 解完梦以后 他就对九正说 你得好处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施恩于我 在法老面前 提缩我 救我出 这煎熬 我刚才谈到 月色预表耶稣 但月色还是人 所以月色 这是圣经 唯一一处明显记载 他软弱的圣经 月色说 哥呀 你出去的时候 记得我要好的 哥说 放心 我办事 能放心 出去之后 就把月色忘了 这就是世界 九正一出去 圣经说 他不纪念月色 过了两年 非常有意思的 你知道吗 这两节圣经 虽然在不同的章里面 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因为 九正忘了月色 是四十章的最后一节 紧接着四十一章的第一节 直接谈到过了两年 圣经没有写 这两年月色怎么过 可是你可以想象一下 又是在那根 监狱里面 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 等待到什么时候 花儿都写了 又是刚开始在想 哎呀 多个朋友 多少路 不是每路走 就是朋友不够 至少我现在帮了他一把 是吧 我爱了他 他总得爱回我 世界的法则常常是 礼尚往来 是因为大家 还有彼此利用的价值 九正一出去 你月色也就是个奴隶 九正把他忘了 我甚至都理解 那是一个超自然的遗忘 是上帝许可他忘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上帝要把月色中 所有对能有指望的东西 都要剃出去 因为月色必须要被带领 甚至被训练到一个地步 除了耶和华 别无依靠 唯独这样的品格 这样的生命 这样内在跟主的关系 有一天你坐在高位的时候 你才能够做出智慧的决策 因为但凡你还在寻求人的时候 有些事情人能够给你建议 有些时候人给你出的主意 是过夜的 收掉的主意 神今天要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 除了单单寻求他 别无依靠 耶稣说 哎呀哥不要把我忘了 哥说你放心 出去就把你忘了 忘了他 你看到了吗 你在指望客户多买点货 你在指望你的领导可以提拔你 你在指望 我的上司看到我今年做得不错 给我攒点工资吧 怎么现在这个世代 除了物价和血压 什么都不高了 一直看到这些工资 好像原地踏步 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 所有你的指望说 你给我涨点钱吧 听好听姐妹 安存是神吹过来的 鱼儿是天上掉下来的 鱼儿不是加利利的湖里面 到彼得的船上的 鱼儿是从天堂掉过来的 万有都奔于他 依靠他也归于他 神真的要使用一个人 神会让他对这个世界 不在意口 但凡我们对世界还不死心 看看我的头衔 某某顾问 某某懂事 某某某某 某某某 我们还拿这些东西 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你不知道 那一位挂在十字架上的 在人的眼中 是最没价值的 可是价值是用这种态度 这种眼光来衡量的吗 他是一个最失败的领袖 所有的门徒都跑掉 只一个月汉在十字架下 用人短暂的眼光看 他是多么失败 谁知道呢 有受难日 还有复活日 在人的眼中 你如果不靠世界的法则 你如果不靠人拉你一把 你肯定是落后的 在神的眼中 依靠耶和华的人 好像西安山 永不动摇 人可以帮你 但是你知道 那是神的恩典 这是思维的转变 人就算没帮我 我也知道 主的恩典够活用 这是一个思维的转变 人可以帮你 你也可以接受人的爱 但是你知道 如果是交换的 你换不起 很累的 如果是神给你的 很轻松的 如果人要对你索取才爱你 宁愿不要 因为你到最后会榨干 为什么很多的长辈苦毒 这个臭小子 养这么大 现在这种态度对我 因为我们都在彼此的要求里 神是要让我们明白 如果我们不是把交点 放在耶稣身上 没有一个人不让你失望 在教会中 从牧师到同工 都让你失望 在家庭中 从爷爷到儿子 都让你失望 全部的人都让你失望 唯独回到耶稣的里面 上帝就把约瑟尔 对人的一点依赖 全部斩断 约瑟尔 看我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我相信 圣经虽然没有记载 可是那两年的时间 约瑟尔 经历了 思维的转变 说啊 我不是靠客户吃饭的 我不是靠我的经验 靠我的能耐 为自己打出一片天地的 你靠经验吗 你靠专业吗 我打鱼去 整业劳力 并没有打造什么 渔夫的专业 是大于 Nothing 连你的专业 都是需要恩恋 上帝爱我们到一个地步 还要让我们 就是单单依靠他 你真的知道 你是绝望的 世界是没有办法 供应你的 世界是沙漠 因为你占到了 世界的便宜 你占到了人的便宜 人会想办法 从你口袋里 掏出更多 唯有他的爱 是白白赏赐的恩惠 给了就真的给了 有一天 好事情发生 法老做梦了 哎呀 终于做梦了 我相信当又受了 思维改变 恩宠的门 大大的开启 听好弟兄姐妹 为了你的缘故 上帝会 让有一些的人 做梦的 你 被恩宠的季节 要来到 有人 开始有需要 你知道法老做了什么梦 法老做 哎哎哎哎 哎哎哎 咱那 就做了一个梦 他说来 找人来给我解梦 这个时候 超自然遗忘的 有一个人超自然的想起来 你也不早点想 哎嘿 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点 你知道吗 如果月色提前出来 还不知道月色现在是咋的 都不一定容易 找得到月色 挺好 关在监狱里 门一开就找到了 哎呦 久正说啊 法老 忘了忘了忘了 忘了告诉你 我是怎么怎么出来的 跟月色有关 而那个人啊 他真的能够解冒 法老说 把他给带出来 月色就被带出来 到五星级宾馆 沐浴 更衣 刮胡子 摩斯开始肃发型 牛仔裤挖两个洞 就开始搞各种 你了解吗 就设备 好好沐浴更衣 搞了一通之后 带到法老面前 法老说 听说你能解梦 给我解 有时候说 好 听我慢慢到来 有时候说 法老 你做了两个梦 第一个梦 你梦见七个 非常肥壮的牛 哇 很肥壮 过了一会儿 水里又上来 七个很干憋的牛 结果七个干憋的牛 把肥壮的牛给吃了 这是第一个梦 他说法老 你做的第二个梦 是麦田里啊 麦子啊 有七个麦穗 非常饱满的 另外一个麦子呢 也长出七个麦穗 但是很干憋的 结果干憋的麦穗呢 把肥壮的 把饱满的麦穗呢 给吞吃了 这个含义是什么呢 七个肥壮的牛 是代表七个 大分收的年 要来到 但紧随其后的是 七个极其荒凉的年 所以先是七个分收年 再来是七个荒凉年 七个饱满的麦穗呢 是七个分收年 七个干憋的麦穗呢 七个荒凉年 他说法老啊 接下来的十四年 对整个埃及 非常重要 埃及是当时全世界 最强盛的国家 他说啊 你应该选派 设立一个 很有智慧的管理者 七个大分收的年头的时候 把这些的粮食 都好好经营起来 好好培植 然后收割 能够面对 接下来的七个荒年 法老一听啊 哎呦 good idea 找一个有智慧的人 确实要找一个 能够搞定这些事情 那找谁呢 竟然有神的灵 在你身上 救你了 约瑟 解梦解解解 把自己给解出来了 被解到宰相的位置上 你知道发生什么 法老把戒指给他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41章 你可以掌管我的家 我的名都必听从你的话 唯独在宝座上的 我比你大 紧接着 法老对约瑟说 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 法老把手上打印的戒指 因为戒指代表权柄 错一个印 就代表法老同意 约瑟有极大的权力 一下子从奴隶到宰相 当上帝开恩宠的门的时候 好事情是很容易发生的 上帝预备约瑟 为了要迎接荒年 上帝早预备 大家来说 上帝早有预备 七个分年之后 七个荒年 五十六节 当时的饥荒 变满天下 约瑟开了各处的舱 跳梁给埃及人 在埃及地饥荒盛大 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 到约瑟那里 敌梁 就是买梁 因为天下的饥荒盛大 约瑟的兄弟们也来了 因为饥荒已经延伸到 不只是埃及全地 还有整个中东地区 包括约瑟的老家 迦南地 他的兄弟们就来 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 约瑟 跳梁给纳地 重名的就是他 约瑟的哥哥们来了 脸浮于地 向他下拜 约瑟看见他哥哥们 就认得他们 却装作僧人 向他们说些严厉话 问他们说 你们从哪里来 他们说 我们从迦南地来 第一两 第八节 非常重要 约瑟认得他哥哥们 他们却不认得他 第八节 我要请他一起来 跟我念来 一二三 约瑟认得他哥哥们 他却不认得他 为什么呢 有原因的 因为约瑟当时的装扮 他是完全埃及化的 甚至他画眼影的 当时埃及的上层人物 而且他要戴头套的 他们完全认识不了约瑟 看不出是约瑟 但约瑟一眼 就看出他 约瑟是如何来到埃及的 是被他的兄弟 卖到埃及的 罗友的情势开始翻转 每次当我读到 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就想起圣经说 你不要为恶人而着急 恶人在作恶的时候 你不要着急 因为我们的神 一直为我们争战 约伯纪二十章 恶人夸胜是暂时的 不敬钱的人的喜乐 不够转眼之间 有人占了你便宜吗 有人躲了你好处吗 但是你看见了吗 约瑟这个故事 发展到这里的时候 所有的情势开始大翻转 而约瑟自己 什么都做不了 一切都是神做的 约瑟看着这些兄弟们来 兄弟们却不认识他 有两种基督徒 一种基督徒 耶稣认识我 我也认识耶稣 还有一种基督徒 耶稣认识我 我不认识耶稣 你知道吗 什么叫恩宠的不对的 我看见有一些 领受恩典福音的人 领受到一半 就跳回到餐杂里 我讲过这个话 因为他说不公平 我领受恩典又怎么样 领受恩典 读经 祷告 听到 领圣餐 奉献 服事 我都有做 有怎样 什么都没有 我得意志了吗 只是那些见证 林牧师不知道给林长老多少钱 拍了这个见证 收卖他的 不知道我有多可怜 多绝望 我来到你们这个分寿之家 分寿之家 穿江恩典 恩典在哪里 我们在等待的过程中 我们开始变得苦毒 因为每一个人 都在不同的季节里 而我们很容易 拿我们的阶段跟别人比 你看到的别人是结果 而你不知道他的过程 他的过程是什么 这是你今天晚上 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的过程 认识耶稣 认识耶稣 我要更多认识耶稣 我要更多经历耶稣 你知道吗 今天晚上 阿爸父看着你的时候 他坐在宝座上 他都要起来 牛 你来了 你我要如何 对阿爸父说 吃的吧 牛来了 我们都是大祭司 心口十二块 牛 什么是认识耶稣 不只是知识 而是关系 我要进到第二个方面 如何在荒凉之年 进入超凡的心圣中 主啊 耶稣是这样的被恩宠 我怎么样能够让 他的恩宠成为我的恩宠 耶稣是那样的尊荣 我怎么样让我 领受到耶稣的恩典 答案就在这里 彼得后述一招二节 愿恩惠平安 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 多多嫁给你们 就是认识祂 亲密的关系 我在床上经验你 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 而讲台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讲台所传递出来的话语 会让弟兄姐妹聆听的人 更容易亲近神 还是更不容易亲近神 甚至是不甘亲近神 我先让弟兄姐妹 看一张约瑟的图片 当然是现在画的 在当时通常上层的人物 达官显耀 他们都要这种装束 看起来是怎样 很威严的 你现在告诉我 如果约瑟是把自己搞成这样 兄弟们可能认识他吗 永远不可能认识他 因为我那个时候的约瑟 在弟兄们的心物里面 是高高在上的 是敬而远之的 是无比威严的 是你在上我在下 这个世界到处都在寻找爱 只是人们南辕北辙 上山求雨 哪里有真爱 落不到属天的约瑟那里 这个世界贫瘠到一个地步 永远都不能够让我们 争得满足的 而人们到了约瑟那里 如果讲台所呈现出的约瑟 是这样的约瑟 人们还是不敢 若讲台传递的是神的威严 神的圣洁 神的大能 却没有揭示出神的恩典 就无法帮助人更亲近神 亲好的兄姐妹 只有恩典 让人坦然地来到父面前 讲台上唯独传的 只有一句话 耶稣就是这么好 没有别的可传 来到耶稣面前吧 来到耶稣面前吧 不用恐惧了 这是你唯一能够听到的 纯正的福音 同工让我看见的 留言 有时候同工他们会把一些留言给我看 这是成百上千的留言中的 一部分而已 第一个人 他说林牧师 我是不敢不去教会 不释放 怕神管教 怕神咒诅 怕神不祝福 自从听到恩典福音 才知道这是魔鬼的欺骗和侠制 现在听了纯正的恩典福音 魔鬼再也没有能力 挟制在基督里的义人我了 以前真的让魔鬼欺负的好惨啊 还认为是神的美意 第二个留言 他在回应其中一篇恩典的讲道 他说这个信息对我的帮助十分的大 每次看 是简单的话语去蕴含着超大的能力 在我过往常常看到弟兄姐妹 看到群养 没有吃正确草料 深感负担 我发现我越想为主做些什么 最后带出来的都是人的努力打拼 对自己的要求和对自己的掌控 我常常跑在神的前面 想要为主抛头颅撒乐血 最后带出来的是疲惫不堪的身躯 事情没有按照我愿的成就 就带出极深的埋怨苦毒 你看这些都是错误的教导 毁坏人的身体 生命和家庭 再来一个 借着这个平台每天喂养我的心 使我的思维被转化 知道耶稣是真心爱我 为我着想 我信主好多年后 我对耶稣是又恨又爱 害得我的情绪不但没有被医治 反而停留在不稳定里 真苦 恨 是因为不知道 也不认识 他是因为怎样对待我的神 爱 是因为怕他要管教对付我 我花了整整三年多的时间 认真听恩典福音 就是想终于被恩典的水流 充许刷干净 感觉思路越来越清晰 感受人活过来了 活了几十年 感觉人生刚刚开始 接下来还要继续每天领受恩典之流 以前我糊涂爱恨耶稣 现在是真心爱上耶稣 阿们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看到的 不是戴着眼影和头套的约瑟 你知道 兄姐妹发生什么事情 有很多的人说 恩典福音是不讲悔改 听好 只有恩典令人悔改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们太熟悉的 可是这里面有一个细节 就是彼得 当彼得 耶稣使他达到两船的鱼 两船的鱼 彼得说了什么 彼得看见 就伏伏在 耶稣西前 说 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你可以想象一下 让彼得这种 粗鲁的渔夫 说句话 会吐个痰的 这种粗鲁的渔夫 在加利利的湖边 你知道 这种渔夫 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文化 你让他 你直接走过去问他 你是罪人吗 他说 对啊 我把你脑袋扭了 我就是罪人 你让他承认他是罪人 什么让彼得 开始承认自己罪 你看到了吗 一个人被爱到一个地步 他就自然而然 愿意回改 他说 主啊 离开我 离开我 不是说 他真的不愿意跟随耶稣 而是他觉得自己不配 可是最后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 彼得 来跟随我 我要叫你 得人如得语 你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彼得撇下所有 都干从了耶稣 两船的鱼 让彼得看到恩典 他的心就回转 使恩典让人悔改 约瑟看到他的兄弟们 约瑟的反应和态度是什么 约瑟看到兄弟们说 嘿嘿嘿嘿 哎呀 君子宝托 十年不晚呢 不是不报 时候终于到了 又是没有 又是怎样 让他的兄弟们悔改 恩典 听好兄姐妹 耶稣用恩典 让2019年的你 比2018年的你 悔改得更彻底 哎呀 主啊 我愿意悔改 我愿意悔改 你的恩典让我悔改 耶稣用恩典让你悔改 我奉耶稣名 Amen 我奉耶稣的名 祝福你 2019年 你会比2018年 更深的悔改 因为他的爱 大到一个地步 你不得不惊叹 你不得不压抑 我们中间 有些在直播点的弟兄姐妹 或者你正在 只是看着你手上的银屏 也许你很害怕 面对人群 你把自己 关在一个小房间里 今天晚上你要知道 透过屏幕不是人在说话 是神要对你说 我了解你 就算你常常把自己 关在一个小房间里 你不敢面对 你牧区的弟兄姐妹 耶稣看着你说 我爱你 我知道你 我不会要求你 我不会要求你做什么 我不会要求你表现得多好 我就是爱你 爱你 爱着你 他的爱让你悔改 今天晚上 你只是敞开心说 是的主啊 我愿意 当彼得三次不认主 计较了 那一刻 耶稣转过去看他 我一定相信 耶稣的眼神里面 充满爱的温柔 耶稣转过去看彼得 彼得 记得我们的约定 我会找回你的 圣经说 彼得怎么样 他出去痛哭 那是一个悔改的眼泪 我太自意了 我太骄傲了 我先让你看到 约瑟和兄弟们的结局 当约瑟和兄弟们相认的时候 非常触动人心 他就放声大哭 好像那么多年的委屈 都要释放出去 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 都听见了 被神的爱摸过的人 约瑟对兄弟们说 我是约瑟 我的父亲还在吗 他弟兄们不能回答 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 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 请你们进前来 他们就进前来 他说 我是你们的兄弟 约瑟 就是你们所迈到埃及的 约瑟说 我是你的兄弟 约瑟啊 耶稣今天晚上 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 我是你的兄长 你还好吗 没有我的日子里 你过得怎么样 约瑟看到他的兄弟们说 是我 我不是你的长官 我不是你的领导 我不是一个逼你拿银子 来跟我交换的 我是你的家人 我是你的兄弟 耶稣要看着我们 对我们说 我不是非要逼你来奉献的 耶稣说 我不是要让你来交换 一切都是在感恩里发出来的 听懂的说 阿们 如果不是在感恩里 在恐惧里 很可怕的 因为到最后 你会对上帝充满苦毒的 我做了那么多 你都没有给我 耶稣说 我是你的兄弟 来呼喊说 耶稣是我哥哥 我来了 今天晚上 把这样的关系各人化 耶稣啊 你是我的兄长 他对他的兄弟们怎么说 你们敬前来 大家一起来说 敬前来 要跟弟兄姐妹 一起来到教会 敬前来 因为不只是听到 还要关系 还要敬拜 享受耶稣 在灵里面一起的祷告 耶稣说 你敬前来 你不要只是躺在床上 躺在床上也OK 中边没有好 来听到嘛 可是耶稣说 你敬前来 我要跟你面对面 我要跟你连结 哈利路亚 那是一种连结 弟兄姐妹 你认识的耶稣 是一位怎样的耶稣 是一位一点都 不会让我们恐惧 张开怀抱 就在今天晚上 重点来了 听好 怎么样 可以把月色的 成为我的一切呢 怎么样让月色的一切 成为我的一切 当你跟月色相认 在爱里连结的余生 你经历的奇妙的恩宠 将更猛烈 在关系中领受 在关系中领受 2019年 听同样的讲道 但可能不一样的结果 但是我们都要说 是的主啊 我不是要跟人比 可是我要更深的关系 耶稣不会让我们恐惧 你知道为什么 人们尊重你是一回事 人们靠近你是另一回事 凡是用掌控和威吓 所得来的尊重 到最后都会迎来 对方更大的苦毒和反弹 耶稣知道 祂不会让我们恐惧 祂用爱吸引我们 创世纪四十五章 月色说 你和你的儿子 孙子 什么意思 主说 我关心你的全家人 不只是你 我要祝福你的全家人 2019年全家都蒙福 牛群羊群 一切所有的都在歌山地 耶稣 你的家人 你家里的小狗狗 你养的宠物 不是 那我在QQ上养的宠物呢 也算 祂祝福你的财物 都心善 你看一切所有 大家一起来说 一切所有 都在歌山地 十一节 这是月色讲的最豪放的话 月色说 我养你 我养你 不是人养你 说啊 我谢谢你 月色说 还有五年的饥荒 免得你和你的眷属 一切所有的都落败了 意思是你们快来 快来歌山地 要跟我在一起 祝今天晚上 向你发出一个护照 快来 耶稣这么兴盛 耶稣这么兴盛 什么问题都不要紧 你知道甚至 法老也知道了 法老讲了什么话 快来呀 全家都来 你不要爱惜你以前的家具 不要爱惜以前的什么东西 可以带 可以不用带 最好不用带 太累赘了 到这里 什么都是新的都给你 什么意思 知道吗 有时候我们在贫穷的思维里的时候 我们给别人东西舍不得 或者扔东西舍不得 你知道吗 我听一个牧师讲一段话 我真的是很触动 发达的城市的教会呢 就组织弟兄姐妹来捐衣服 捐到他的教会里 结果你知道吗 这个牧师说 他后来拿到了一件衬衫 就看见这个衬衫都很好 也没有空没有动 但是扭扣全部都被吓掉的 因为那户主人可能觉得 扭扣留在家还有用 衣服可能太小了 不能穿了 衣服奉献了 扭扣就留着吧 什么叫贫穷你知道吗 贫穷不是外面是思想 你舍不得 法老说 你以前的家具啊 在加南地的 都不要爱惜 我给你全新的 更多弟兄姐妹听好 2018年有损失了吗 2019年全新的 Amen 真的相信 更大更丰盛 也许不是马上看见 可是神在你一生的道路里面 最后越舍得全家人到各山地 不是他们头脑能够想象的 极其发望 极其发望 在整个埃及黑暗的时候 各山地是光明的 现在我们要看见 这些产业都是我的 我只是借着搞关系来领受产业 听了多少恩典的道 如果不是来到耶稣面前 跟他庆幸图一 跟他建立关系 还是不能够的 你跟不上的 上帝让你很清楚地说 不要投资 你已经投下去了 上帝说 跟这个人要保持距离 因为那个人总是讲消极的话 负面的话 总是传递是非的话 跟他保持距离 因为你太脆弱了 人家讲两句就把你拉走了 可是你处于人的情面 你一定要跟他做好朋友 吃一顿火锅 就把你搞到 腰酸背痛腿抽筋 因为你心累了 身体就累 与智慧人同行 你看到了吗 跟随圣灵才是重要 神说 跟哪一些事情 说再见 跟哪一些的人靠近他 因为他能帮助你认识耶稣 神来提醒你 哪一些事放一放 哪一些事情 可以现在跟随圣灵拿起来 因为神要给你恩典往前走 世界不再吸引我 主爱胜过全所有 一生最大的祝福 就是有耶稣住在我 里面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 一起收来 主恩的滋味 还有什么更甘甜 一生最大的祝福 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 世界不再吸引我 世界不再吸引我 主爱胜过全所有 一生最大的祝福 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 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 因为耶稣 因为耶稣在我里面 我的生命海阔天空 不认为耶稣住在我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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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难都将过去 哈利路亚 我靠住家里 并尽天上荣耀 我们何等的蒙福 我们何等的蒙福 在爱里面自由地敬拜, 在爱里面来亲近祢, 主啊,我亲爱的属天的耶稣, 我的兄长, 耶稣是我最亲爱的哥哥, 主啊,祢告诉我们说, 到祢面前来得安息, 到祢面前来, 祢说我们的牛羊, 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家人都要蒙福, 谢谢祢已经把我们带到了 祢爱的宝座前, 我们要继续地领受, 我数千的哥哥住在我的里面, 永远地爱我,指引我, 我的人生永远不孤单, 永远不缺乏, 永远不是迷失地, 在我亲爱的哥哥的爱里, 祢已经为我赎回了一切。